为了关心社区长辈的健康跟生活规划 积极乐林中心特别安排退休规划的课程 专程请老师来跟民众上课分享 不只有退休生活的规划课程 另外也安排了健康操来让长者运动 使得这些长辈们相当的开心 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丰富了 积极乐林中心营造有成 平常租了针对长辈规划一系列退休的生活课程 也安排带动唱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生活快乐与健康 乐林老师薛松霞表示 有感于退休生活的重心改变 一般人除了生活习惯的改变之外 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一起专长 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我们今天主题是做退休生涯规划 但是我们退休生涯规划就是要好的居住 再来就是要身体健康 要身健快乐 要有一个活动参加 所以我会尽量让他们身心愉快的保温 所以有看到我刚才带他们做活动 分析分享到我的一些要做体育的一些安排 一些身心愉快就是说 像我们刚才有带他们做一些简单的黄铁钞 因为是大人我们最怕他跌倒 跌倒要参加活动就跌倒 所以简单的黄铁钞 还有带他们一些带动唱跳 最主要是彼此之间可以做分享 欢迎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样才能达到说 他们在辛苦的一辈子之后退休生活 可以因为身心健康 可以享有更幸福更美好的一个人生 社区活动是生活最好的中心之一 可以让大家培养感情之外 也可以认识性朋友以及学习新的事物 学习服务人群啊 奉献自己啊 以前是人情要打拼杂担 现在可以放下身段都学习 跟老师学习一些乐活的生活 感觉很好啦 比老的感觉很好啦 以后运动 无论的拨抖杂担 老人租租 跟以后那些 要怎么规划 还有要怎么保健身体 像说要注意 像老师刚才教我们做的 那个就是房地的那个草蛙 也是很好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活 走出户外体验新鲜事物 更是不可或缺 而社区的活动正是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打造一个属于自我快乐 与健康的学习环境